8月23日晚 第四届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开幕时 在山西焚羊贾家庄举行 30余部华语短片及8部匈牙利短片 将在未来一周内在当地乡村影院展映 活动发起人贾张科在当晚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个罕见的在乡村举办的电影盛世 本届电影节以围炉而坐一起发光为主题 分设华语短片特别放映 聚焦匈牙利 本土力量 其中 华语短片单元入围的16部华语短片作品中 有11部为全球首映 一部亚洲首映 两部为中国首映 聚焦匈牙利单元 精选8部优质电影短片 透过荧幕展开中外电影短片的跨时空对话 我们跟布达佩斯国际电影节作合作 今年也精选了来自匈牙利的8部电影短片 来做特别的放映 我们的目光也就不仅仅聚焦在华语短片创作 我们开始向整个国际的视野来延展 希望能够把匈牙利的短片带到山西来 特别带到更小的村庄来做放映 然后也希望他也能看到中国最继承的观众 对国外的短片的创作的一个反应 当天晚上突降大雨 却未能阻止人们对电影的热情 开幕式现场坐无虚席 人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 在露天广场内观看开幕短片满地情 在此后的23日到28日期间 将有9场放映交流 一场电影论坛 一堂电影公开课 两场影人派对等活动 这是很少的几个在乡村举办的电影盛事 这也跟整个咱们旅梁奋扬贾家庄 乡村建设有关 我们在那不仅建立了种子影院 我们也正在筹建艺术中心的展厅跟剧场 有书店 整个希望文化资源能够流动起来 让咱们中小城市农村的年轻人 也有接触艺术 接触文化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再一个亮点 我觉得就是非常兼顾 这个影展的交流跟教育的交流 每年都会有固定的 这个电影院校的同学 他们的作品集中的展示 四年前 首届86358电影短片周 像种子一样在贾家庄落地 此后短片周围绕 致力推广华语电影短片艺术 促进文化交流 挖掘发现青年电影人才为目标 影展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电影短片文化交流平台 其实观众是需要引导的 也需要培养的 其实除了短片周之外 我们每周六日还有电影的沙龙 我们的这个发现 我们的观众还挺丰富的 我们有很 比如说就年纪稍微大的 叫阿姨 还有更多的青年学生来参与 我们就希望把电影 把它当成一个种子 就埋在机场 让它逐渐的生根发芽 逐渐的茁壮成长 嗯